你知道建国初期我国解放军的战斗力有多强吗 画面中这是1964年我国侦察兵汇报演出时的真实影像 他们个个可以说都是万里挑一的精兵强将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侦察兵需要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头手爬四层高的楼房 头手爬五米高的墙壁 单手脱枪精准射精150米开外的目标 并且不带安全绳凭借速度和身体强大的素质迅速爬上三层高的房底 镜头前这几位侦察兵表演的是头手披砖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完全凭借个人身体素质将其击断 眼前这两位依高一矮 为了训练侦察兵在面对比自己身高一倍身体过硬的敌军时 当双方碰面时究竟如何应战呢 只见画面中高个子士兵直接将矮个子小兵抱起用力地摔在地上 可此时的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灵活地运用自己的特长将大个子摔倒 然后迅速起身猛攻大个子的下身 凭借着灵活的身体和过硬的个人能力 最终小个子士兵还是将大个子击倒 镜头中这是民兵侦察员同时也是女兵上演设计的画面 在60年代国内外局势极其不稳定的时候 全民皆兵的思想深入民心 此时一帮民间侦察员也应运而生 画面中的这两位女兵都是从各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兵强将 他们在300米开外的地方对酒瓶精准设计 可以说完全百发百中 当年我国侦察兵的个人能力要求非常高 即使如此他们都不怕苦不怕累把自己练成钢铁般的军人 但任着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